大家好,我是阿董 今天介绍一部全球病毒爆发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的漠视电影 我是传奇 故事开始,电视上就播出了人类试图控制病毒 用来治疗癌症的采访 似乎很成功 然而画面一转来到了三连后 纽约市一片荒芜 我们的男主带着旺财 开着一辆一看就很贵的超跑在路上打猎 结果自己的猎物被狮子给先下手逮到了 男主不忍心杀这狮子一家三口 只好空手回家 晚上睡觉记忆回到了三年前 男主赶紧来接老婆孩子上车 由于所谓治疗癌症的病毒 人类根本就无法驾驭 病毒变异并扩散开来 整个柳月城即将被封锁 他必须马上接他们离开 等他研制成功了一秒再跟老婆孩子团聚 一觉醒来 男主依然开始做实验 所有的血清都没有效果 唯独有一只老鼠注射的某一个型号的药物 似乎使他变得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 男主很惊讶 决定找个丧尸来做人体实验 开着车 路上遇到一栋被塑料袋包裹的楼房 肯定是用来隔离这栋楼的病毒的 但是显然病毒扩散的一发不可收拾 男主像往常一样去谍店里租电影看 然后一栋一栋楼的 找食物之类的任何可以用到的物品 接着给车加油 去码头发送广播 让能听到讯号的人来码头找他 他将会提供食物水和住所 大家一起也有一个照应 附加条件是只收女的20以内 好吧开玩笑 这些旺财跟着一只鹿跑进了屎内 男主大声阻止 但是来不及了 显然丧尸喜欢待在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 这一进去是凶多吉少 以我多年来养狗的经验来说 其实狗狗的胆子很小 你拉他进去他都不会进去 果不其然在里面发现了一窝丧尸 男主带着旺财撒鸭子的往外跑 有几个丧尸跟着男主跳出来 但是很快由于阳光的照射而死去 男主灵机一动 正好要找实验样本 就在这里面抓一个好了 设计好一个机关 随便放点鲜血 最右耳就抓到了一个 但是似乎有一个丧尸 对男主抓走自己人 有一点生气 不管那么多 先带回实验室 哎呀呵 还是个女的 胸部起伏 呼吸急速 体温非常高 典型的感染症状 男主注射了血清样本 然而毫无用处 失望中又回忆起了过去 男主送老婆孩子 准备乘坐直升机撤离 桥上也挤满了想要出城的人 但是统统都被拦住了 此时所有连接外面的桥 都被军方给炸掉了 一架失控的飞机 撞到了自己老婆孩子 所在的直升机 男主眼睁睁的看着亲人死去 你就说吧 天空那么辽阔 这个飞机还能正好撞上 你说气不气 回来现实 男主依旧每天做同样的事情 同样去码头发广播 游泳池钓鱼之类的 突然在路上 他看到了一个假模 问题就在于 这个假模明明是 自己常去的那个碟店的门口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整个纽约根本就不会有活人 到底是谁做的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个陷阱 男主被吊起来晕过去了 眼看太阳快下山了 此时从楼房的破窗口里 走出丧尸BOSS 带着三只受感染的丧尸狗 男主赶紧逃跑 虽然打死了丧尸狗 但是自己的旺财 被对方给咬伤 男主也没有办法救 抱着旺财 在他变异前亲手杀死了他 第二天 男主依然来到碟店 对着假模道了个别 此时此刻看到这里 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来这家店呢 后面的影片果然很火爆 但是这里食物短缺 营养容易跟不上哦 夜晚男主驾着车 在码头设计好陷阱 就疯狂的撞击 被吸引过来的丧尸 因为这个世界 唯一能陪伴他的旺财 已经死了 男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跟丧尸们拼个鱼丝网破 果然还是架不住丧尸的疯狂反扑 就在要弄死男主的关键时刻 女主手持照明弹 救了男主 一觉醒来 原来呀 女主正是听到他的广播才赶过来的 躲在码头等人 然而恰好又遇到了男主自杀式的复仇 就这么救了他 女主听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 没有被感染 咱们一起开车去吧 但是男主根本就不相信 这天男主受到启发 用冰块辅助降温 再注射那个血清 看看有什么效果 然而听到窗外好像有什么动静 往外一看 原来大批的丧尸蜂拥而至 但是男主早有准备 激活了家里附近早就买好的爆炸点 炸死了大批的丧尸 但是那个丧尸BOSS还是闯了进来 男主靠着在家里随处乱放的武器 虽然赶走了那个丧尸BOSS 才发现他竟然在外面招更多的手下 原本如堡垒般的房子 已经没有办法抵御了 男主带着女主和孩子来到地下实验室 这个孩子是女主路上捡的 丧尸BOSS带着队伍追了下来 不断的撞击玻璃墙 你们这么急切的想吃男主 难道是因为威尔史密斯看起来有牛肉的口感吗 此时丧尸BOSS在玻璃上画出了一个湖底 男主无意想 这不就是跟那个女丧尸身上的那个纹身一样吗 难不成这个女丧尸就是他的老婆 顿时有一种西门大官人被武松追上门讨说法的感觉 看到这里 男主撞起了胆子 老老实实的打开玻璃门 把女丧尸给送了出来 两个丧尸稍微亲密了一会儿 丧尸BOSS也看男主态度还可以 还比较诚恳 就带着小弟们离开了 留下惊鸿未定的三个人 第二天 男女主装好行李 就开车离开了这里 前往那个传说中的人类最后的聚集地 故事到这里本应该就结束的 但是早几年我看到这个电影的结局啊 是男主用炸弹跟这群丧尸同归于尽了 让女主和孩子躲在柜子里面才躲过一截 之后女主带着孩子来到了人类最后的安全区 并拿出了男主研究成功的那个抗体血腥 这个电影是两个结局版本的 但是电影的主旨还是阐明了一个道理 人类是非常渺小的 无知的 我们对世界的探索 发现的任何一个大自然的神奇毛发 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沾沾自喜 自诩人类的伟大 我们也需要这种能警醒人类的电影 提醒我们做研究 不要越过伦理的界限 后面的话我还没想好 今天就到这里吧 快快订阅及关注我都过来 或许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